代替救明年就要公司法 會有頭一輩沒有公務任務主席 完工 但是團出說代替新的完工 薪水最多是三萬塊鐵條 代替港費是因為這實在最多新 可能可能會真好找人 但是代替又是說到 薪水的事情還沒決定 代替救在明年元旦過後 前行公司法 也要安裝備交代替 沒有公務政務主席政務 不過最近落不完工 流添一份 英文台無粗含 相加新規的基本薪水是 兩萬八千兩百十塊 加重支部薪 兩千三百一十塊 能說是一個薪水相加三萬塊條 屬於每年調薪百分之十 後來代替港部政務 外清相加有三萬塊 給代替企業工會政務 薪水的結果相過 沒有合理強制的 取消消消息的政務 台鐵限制的員工的薪資待遇 已經是交通部 俠下薪資最低的 招進來的從業人員 我們當然會期待說 如果今天要讓廣大的勞動力 進來這個台鐵的話 勢必要拿出更高的待遇 也不能夠忘記是 我們現職員工的待遇 也必須要提升 台鐵站工會表示 台鐵上官英文 專業的勘沉者官 如果對油港技技術成本 沒辦法確保 毫不偏僅 會繼續協商 其實對比七六業的 薪水最準 台鐵相加過千就三萬 不過國鐵有三萬三千塊 也有一定的差距 以民營企業來講的話呢 如果這個底薪 本薪屬於2.8萬到3萬 這個級距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基層的 這個內勤人員 有這種技術層次的 這個員工的話 其實3.5萬到4萬以上 這樣一個底薪級距的話 其實是比較合理 運輸業也都持續 缺工的一個情況 可能在薪資的部分 要達到一個比較 吸引人的一個行情 才有辦法讓招募是比較順利的 另外台鐵公司 看了後 每年差不多1,300億元 港離這條 加上新青鑽條 跟原本變多 欠人2,700多人 因靠靠靠本來都不少 那英文就不孫 又有恩友 台鐵教室回應 英文薪水還不定衡 會有研究 如何增加少人的誘因 記者綜合報道 一直呆 為了 動作 對 谢谢观看